奇幻电影百千故事 欢迎来到大卫电影 这是一部根据轰弄嘉义县的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小琪和妈妈跟着外婆去扫墓 可就在祭拜的时候 小琪却不辞而别 来到了一处被灵符封禁的荒坟前 不受控制的打开了石门 而另一边 看不到小琪的母亲和外婆正在焦急的寻找 可却始终没有发现小琪的踪迹 然而此时的小琪已经来到了阴森恐怖的老宅 这里是外婆明令禁止不准靠近的地方 小琪鬼使神差的来到楼上 手持一把大刀砍断了铁链 随后走到了一扇贴满辅助的房门前 就在这时天空突然电闪雷鸣 仿佛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 进入房间后 小琪拿出躺在床底的骨灰盒 想也没想就将她摔了个粉碎 眼见无法找到小琪的下落 无奈的母亲与外婆只能选择了报警 在警车的护送下 他们赶到了老宅 可是一打开车门 警官顿时就被吓得后背发凉 回到车上后便再也不敢下来 因为对这个早已出名的鬼宅 任谁也不敢擅自闯入 寻女心切的妹娘刚一进入房间 便四处寻找 可是寻遍了楼下 也没有找到女儿的踪迹 只见了外婆急匆匆的从屋内走出 一边焦急的打着电话 一边嘴里还在不停的大喊着糟糕了 眼见电话无法打通 便走出了屋子 她现在要赶紧去找法师 而这位外婆前脚刚走 妹娘便立刻来到了楼上 只见阴森的房间里 遍布着被摔碎的骨灰盒 在来到镜子时 妹娘竟然在上面 看到了鲜红的文字 就在这时 妹娘的背后出现了一个怪样 妹娘瞬间被吓得连连尖叫 然而大门却怎么也打不开 还没有等到她缓过神来 头顶上突然落下了几滴鲜血 妹娘被吓得赶紧躲进了衣柜 透过衣柜的门缝 妹娘竟然看到一个男孩 惊恐的摔倒在地 原来男孩不是别人 正是小琪的学长阿智 她从小就有阴阳眼 在听到小琪失踪后 特地赶来帮忙寻找 听到这里 妹娘总算是舒了一口气 而阿智却一直用异样的眼光 死死盯着眼前这个女人 我觉得小琪可能有麻烦 一旁的镜子突然破裂 而且还能反光 就在这时 镜中传来了小琪的哭泣声 是小琪声 我有听到 两人慢慢的走上前 阿智伸出手去闷 发现镜子竟然能够穿透过去 两人就这样一前一后 从镜子中爬到了另一个空间 这里的一切显得非常古老 看上去 完全不是这个年代的风格 正当他们小心翼翼查看之时 外面传来了轻微的呼救声 透过窗户向外望去 竟然看到小琪已经来到了井口边 只见她慢慢走向井口上面 整个人仿佛被控制一般 等到妹娘赶来时 小琪直接纵身跳入了井中 小琪 此时四周又传来了诡异的笑声 正当妹娘被吓得四处查看时 危机时刻阿智赶来 对着井口念起驱邪诈 妹娘这才捡回条面 两人赶紧回到屋子内 没想到的是 这里的装饰 竟然跟妹娘家里一模一样 两人急忙躲进桌子后 阿智告诉妹娘 然而还没有等她说完 桌子就不夜而飞 就当两人哆嗦起身时 身后的供奉台又被破坏 此时的妹娘已经近乎崩溃 对着空气不停的尖叫 阿智建议立马原路返回 然而这时妹娘听到有人在呼唤 她顺着声音来到二楼 竟然再次看到了正于自杀的小琪 妹娘赶紧冲上前阻拦 就当他们要回去时 阿智发现镜子竟然变成了尸体 现在唯一的退路也被封死 此时楼下传来了外婆的声音 原来是她请来了法师封闭井口 法师进入出师的房间 让老太太拿出床底的照片 画好符咒后放在地上 接着又让老太太用木头敲打照片 仔细一看 照片里的女人竟然跟妹娘长得一模一样 只见老太太每一次的敲打 都会让镜子空间产生震动 这时法师好像发现了什么 嘴里不停的念叨着她来了 一股红雾从小琪嘴里喷涌而出 镜子空间也完全崩塌 阿智用尽全力冲出了空间 然而慢了一步的妹娘 却跌入了无尽的深圈 阿智迅速抱起小琪来到楼下 在把所有的镇压法器都破坏后 阿智让小琪躲在里面 自己则先去查看情况 此时楼上的外婆刚一转身 就被一只诡异的黑手掐住了脖子 危急时刻 法师掏出诛杀 接着他又拿出驱魔用的法器 警惕地环顾四周 然而恶魔的道行非常高深 就连法师也无法对付 接下来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法师看到此番景象 被吓得立马朝着门口奔去 然而老太太却拿起菜刀 在后面紧追不舍 惊慌之中 法师从楼梯摔下 老太太举着大刀 缓缓朝着他走去 另一边 阿智准备从门口逃离 然而他却低估了老太太的速度 老太太早已横刀 挡在了面前 威胁阿智来到井口边后 让他将井盖劈开 为了安危 阿智只能照做 顺绳子来到底部 从土里挖出了一块包裹 回到地面后 老太太用命他将包裹打开 包裹打开的一瞬间 阿智被吓得连连后退 没想到里面 竟然是一个头颅 这是画面 回到了之前 原来老太太一共有三个孩子 一个儿子 两个女儿 美娘跟小丽 是一对双胞胎 但老太太重男轻女 满眼都只有自己的大儿子 由于共同缺少了母亲的关爱 所以两姐妹的关系非常好 但姐妹俩不同的是 美娘嫉妒心强 又爱表现 小丽则是性格温柔又胆小 这天 美娘的鞋子不小心掉入了河中 哥哥为了帮妹妹捡鞋 不幸逆网 一样便和小丽换了鞋子 还故意指责是小丽 害死了哥哥 从那以后 老太太便对小丽心生怨恨 被天天关在家里的小丽 渐渐的心里产生了疾病 整天看到一些不存在的东西 老太太为此找来了法师驱魔 而法师以驱魔作为幌子 趁机侵犯了小丽 心灰意冷的小丽 最终选择了头颈自尽 由于害怕遭到报复 法师就故意欺骗老太太 说小丽生前怨气太重 只能将头砍掉 封印在枯井内 然后再烧了她的尸身 镇压在供奉台下 最后再把她生前的遗物 封印在古宅楼上 美娘在知道这一切后 非常的生气 便问是不是母亲 逼死了妹妹 在两人的一番争吵中 美娘不小心脚底一滑 掉入水井而亡 只留下了才出生不久的女儿小琪 其实美娘早已死亡 而在之前一起扫墓 一起寻找小琪的下落 再到车里 都是老太太一个人 而阿智之所以能看到美娘 只因她是小琪的妈妈 所以一时大一下 忽略了自己的通灵能力 因果循环下 法师最终遭到了报应 老太太也被警方带走调查 看到这里 或许大家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然而大反转来了 其实这一切的背后 还存在着一个更为强大的恶灵 在警局里 老太太说出了一段 令人胆寒的往事 老太太的丈夫阿辉 生前是一位富家少爷 有一天 她玩弄了手下的女佣 而这一幕 刚好被老太太发现 为了发现内心的不满 老太太将女佣 推入井中杀害 就此 他们一家人都遭到了诅咒 深夜里 阿辉听到了女仆冤魂的呼唤 回事神差的走到院子后 拿起手枪 朝着太阳穴 扣动了扳机 此外 美娘的摔倒儿子的溺水 还有小丽的跳键 其实都是女仆前来锁命 最后女仆回到了古宅 小琪也搬了出去 跟着阿智 过起了王后的生活 阿智 儿子 0 老个儿子 湊 死人 死 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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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人